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7月14日礼拜五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据报道 在今年的头四个月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2630亿美元 使得墨西哥取代中国 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据大陆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就显示 在今年的6月 中国出口显著下降 比起去年同期减少12.4% 创下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跌幅 第二单消息 据大陆媒体财联社的报道所说 在今年上半年终止营业的银行网点 大约有1200间 涉及到国有大行 股份行 中小银行 和农村信用联社等等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个礼拜的直播节目 就安排了在香港时间 今晚10点半钟进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捧场 讲回今次我们的主题 先去看一下 麦西哥取代中国 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 据报道所说 在今年头四个月 美麦之间的贸易额 达到了2630亿美元 占了美国进出口货物总额的 百分之十五点四 高过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 百分之十五点二 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百分之十二 据公开资料就显示 自从2010年开始 绝大部分的时间 中国都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即使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 亦都是这样 不过如今这个位置 已经是被麦西哥完全取代了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分析师托雷斯就说 经过今年的贡献 麦西哥再次巩固了 作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相关的数据也都反映出 特朗普总统时期所敲定的 美麦加贸易协议是正式全面的生效 借助着这项协议 北美洲是形成了一个贸易共荣圈 这个做法一方面就减轻了 远程离岸供应链的压力 同时也都为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 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托雷斯就说 贸易界的变化是表明了 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加速转向近岸外包 保护主义的家劇和产业政策 正是促成全球贸易额减少 区域贸易增加 以及业务回流的趋势 业界的人士就指出 新的变化并不会造成去全球化 国际贸易仍然是会蓬勃发展 只不过是会以新的方式进行 实际我都不认同说 现在出现了什么去全球化的趋势 反而美国和欧洲就强调一个观点 叫做de-risk 去风险 实际说白点就是去中国化而已 美国经常就想做到一点 就是在贸易上逐渐地摆脱大陆的影响力 和大陆脱欧 故此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陆占了全球贸易的份额 肯定是会逐渐下降的 那这个是否代表着去全球化呢 那我不认同了 这个很明显就是 欧美主导的去中国化而已 不是去全球化 去什么全球化而已 一样是跟全球来做贸易的 那至于说墨西哥取代中国 那这个有两大的因素影响啦 第一就是那个关税的问题 自从特朗普总统时期 美中爆发贸易战 美国对中国实施惩罚性的关税 再加上在他任内就推动了这个美麦加的贸易协定 那现在就发挥着一个积极作用出来咯 就算连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额 都已经是超越了中国了 那第二个的因素很明显就是 在拜登这一潮 其实美国就继续加速和中国的脱欧啦 没有停过的 故此就在这个贸易额上面是反映了出来 那至于大陆海关总署呢 昨天就发布了最新的贸易数据的 某程度上都引证了外国媒体的报道 那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就显示 中国在今年六月份的出口是显著下降 创下了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跌幅 那以美元计价的话 今年六月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12.4% 进口就下降6.8% 贸易顺差就是706亿2000万美元 以人民币计价的话 六月出口就下跌8.3% 进口就跌2.6% 贸易顺差是4912亿5000万元人民币 大陆已经是连续两个月进出口数据下滑 下跌的幅度还是扩大了 大陆海关总署发言人呂大良就说 当前中国外贸发展总体是平稳的 同比看起来似乎走得慢一点 但环比就是一步一脚印地稳步前行 第二季环比增长 最近连续两个月的环比也是增长的 平稳发展是有支撑的 那就看你怎样演绎数据 跟去年比就远了 他说今季还比就是增长 今天大陆媒体就侧重于报导 海关总署发布上半年的外贸进出口规模 在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0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出口占了11.46万亿元 进口占了8.64万亿元 并且宣称外贸进出口稳中提质 符合预期 总之报喜不报忧 台湾的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 孙国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 不论大陆官方发布的数字的真假 很明显官方就想制造一种宣传效果 就是中国总体经济是有复苏的 但是自从今年第二季以来 大陆经济数据就不如市场预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的青年失业率突破了20% 这是非常之严重的情况 而大陆进入了高龄化、小子化 而小子化又涉及到下一个阶段的 中国经济发展放缓 如果青年的就业是非常困难的话 会导致四不青年的现象加剧 即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楼 而对照其他的数据 大陆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20% 利润创造不到出来的最大原因就是外资的撤退 这是一个原因 同时你也说 来自欧美的外贸订单减少 亦都导致很多厂家叫苦连天 甚至乎很多人倒下了 青年的失业率有什么办法不升才行 再加上毕业季杀到 现在毕业了 那班人已经是 因为现在7月10多日了 沙子照计发埋了 下一季度可能又再增加 说明青年的失业率 很大劲 因为你职压了这么多人 在这里的时候 然后又没有那么多企业 可以消化这班人 不过下年那个毕业季又在杀来 其实是大概九个月之后 即是三个季度以后 这三个季度能不能消化到这么多人 我真是很大的疑问 我们再进一步看看 大陆海关总署发布出来的数据 看看现在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来自哪 排第一位的就是东盟 即是有十个国家加上的 东盟的进出口总额 达到了三万零八百零八点三亿元人民币 出口增幅有百分之八点六 即是卖多了东盟的国家 东南亚那边 欧盟排第二 有两万七千五百零八亿元人民币 出口增幅没有的 拉平的 美国的进出口总额 两万二千五百三十九点九亿元人民币 排第三了 出口增幅跌了一成二 其实跟美国方面的数据不谋而合 即是大陆出口少了货品去中国 第四就是日本 进出口总额一万零八百三十点七亿元人民币 出口增幅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一 至于一带一路完善国家 由于是好多的 集团加在一起 进出口总额有六万八千九百亿元人民币 但其实这个数据 我觉得是没什么大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一带一路完善国家 复原广阔 而且跟部分贸易伙伴又重叠 跟东盟或者欧盟的部分国家又重叠 就算中欧和东欧都有十六个国家 是属于一带一路的 那欧盟那里都已经计算了 东盟十国又计算了 就变成了一叠 当然了 他为什么要发布这一项数据出来呢 无非就是告诉别人 大陆搞这个一带一路很成功 在进出口总值方面 那个数字煲得很大 但是你有重叠的 只是说东盟 已经是占了其中的三万零八百亿人民币 那也占了一半 你那个一带一路里面 无论如何都好 其实这些数据也是反映出 大陆在贸易伙伴上 是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 以往的二三十年主要是依赖美国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由于美国设置了很多关卡 于是乎大陆也要为他自己的商品尋找出路 于是乎卖去东盟 或者卖去什么一带一路的国家等等 我有一点就是关注 以往来说 你卖的商品去美国 全世界都行卖去美国 因为一定卖到一个最好的价钱 而美国就拥有一个全球最大的中产阶层 消费能力也是全球最强的 你基本上任何商品 打进去美国市场 你就会发达不滞 现在由于美国卡关 大陆要找一些替代市场 问题是你找到替代市场 我不是说什么 但是那些相对落后一点 这个很坦白 是落后一点 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国家 是能复得上美国先进的 相对落后 你找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 来消化你的商品 你是否消化得完呢 我就很质疑这件事了 尤其官方的数字都已经说明了 你对美国的出口跌幅是跌了一成二的 你在其他地方的增幅 是否可以抵消呢 而且你出口过去的时候 那些商品是否卖到一个好的价钱 还是因为你鑑平鑑占地塞过去 也是一个问题 否则就等同于做了更多的东西 生产了更多的商品 但反而就赚少了 这些数据同时 也是对于香港有一个启示的作用 就是说 某些行业 比如说 楼市 或者是旅游业等等 难以再指望那些大陆客人 你想想大陆的出口数据 都差得那么厉害的时候 出口数据某程度上 就反映了大陆的经济状况 出口都跌 然后还要跌至 是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最厉害的 那 你说指望那些人来掃楼 或者是走来掃货 买东西 那就很困难了 坦白说 就算有些比较有钱一点的大陆人 他的资金往外逃 他会不会还在香港买一些固定资产呢? 你说他是不是会来香港买东西呢? 会! 流动性强一点 他照买 比如说 保险 过去这半年以来 其实大陆人来香港买保险的情况 是增加了很多 很夸张的 增长额达到了27倍 当然这个27倍 就对比去年同期 我觉得这个是没什么意义的 因为去年同期 去年都还在封关嘛 真可憐 还是爆发所谓第五波的疫情 由于去年的基数太低 所以暴升了27倍 实际上的数额是怎样呢? 香港保险业监管局公布出来的 2023年第一季度 保险业临时统计数字就说 在内地访客购买的个人人秀产品当中 终身受险 保费达到76.7万港元 增幅是282倍 保费的佔比高达八成 至于储蓄受险 就是9.57万港元 增幅是673倍 保费佔比一成 香港保险业监管局就说 跨境人流恢复正常 就释放了抑压多时的需求 加上去年同期的基数较低 造成数据的爆发 就是和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由于疫情阻碍了两地的往来 客户在过去三年 不能签到合同 香港保险行业的客户大量流失 在2020年到2022年 内地伸单的保费 是遭遇到断崖式的下跌 现在那些人回来了 哇 不断狂扫保险 回升到96亿港元的水平 这个是第一季 第二季应该还会继续升 但是 为什么那些人不断涌到香港 在香港买保险呢 他们是不是觉得香港 是一个很安全的市场呢 我也是有保留的 因为他们买这些保险 其实就可以抵押出来 再去借贷也可以 即是他现在买了保险 在香港 他们的保单买到很贵的 七位数八位数 然后他又可以抵押 抵押了一份保单 就拿一些钱 去外国买楼也可以 所以香港就某程度上 做了一个跳板 资金的跳板 大有人在的 这些报纸都卖过很多 他不是真真正正的 要买这些受险的产品 他不是稀罕这些东西 他是想资金再外流 用了这种灰色的途径 故此 其他的行业 都不用指望靠陆客 靠什么东西 他自己都顾不够当 是吧 我们又看看究竟 那些专家怎么说 香港中文大学 亚太工商研究所 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就说 疫情之后 中国未有办法 来协助消费和工业生产回升 推动经济走出不景气的困局 经济好的时候 一蓝指的经济数据都会全部向好 但是呢 现在就看不到有这个 疫后经济反弹的神迹出现 疫情之后的开局 初期数据表现都不错 但是无以为计 其后的经济数据 都是往差的方向走 不单只是CPI和PPI 连人民币的汇价都是往下的 这个是信心不足的问题 还会将经济增长拉低 其实他说这件事 疫情刚刚开放了 大陆不再搞动态清零了 由于基数低 一定是爆升的 其实全世界都有这个爆升的阶段 在放宽那些 所谓社交距离措施以后 大陆就叫做放宽动态清零 一定会有一个时段是爆升的 支币大陆爆了两三个月 其实是很少的 外国通常这段时期 大概有九个月到一年 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 尤其是欧美国家 即是你放宽了很多措施以后 那经济是会爆升 会蓬勃发展 很多人要出街消费 休息一下气 各样 但是大陆就只有三个月 其实这三个月 不是跟香港的楼市一样 香港的楼市 是不是二三四月 就所谓有多少升幅 主要集中在一手楼 其实 五六月的时候又回落了 所以施永青都说 U型反弹不见了 小阳春不见了 其实现在李兆波说的 不是一样 即是大陆的经济数据 刚刚开局的时候 即是今年年头 是有多少反弹的 但是就没有出现 所谓的经济大反弹的神迹 即是三个月之后 无以为计 跟香港的楼市一样 所以新加坡的财团 才设定 好了 我们再看看李兆波 怎样说 他说 以香港为例 以往的旅客 每个月的零售销售额贡献 就是达到100亿港元左右 现在都开关了一段时间 以访港的旅客来看 大陆旅客的消费能力 算是最高 但是现在零售数据 都只是增加了50亿元 反映大陆旅客的消费能力 是减弱 就不像像以往那样 哇 一到香港 又买包包 名标 这类消费 是减少了很多 疫情之后 公务员 和私人企业 又减薪 又裁员 个个都担心工作不保 就不会轻易消费 我当然同意 他说这件事 就是 我们刚才都说了 就是靠大陆旅客 那些行业 你都不用指望有什么 医磅 一种 我们都说要向世界 去放眼 就是 当然人家肯不肯来 也是一回事 人家可能担心国安法 或者担心其他很多的东西 但是你要尽力去推销 你把那些 你好香港 花钱在大陆 卖广告 我觉得浪费时间 你去一些 全世界 最高收入的 那些国家 宣传才是 你做一个那些客 就顶一百个 一千个 那些无谓客 好了 我们说一下 大陆的银行网点 收缩的情况 是怎样 据大陆媒体财联社的报道所说 他们依据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网站信息统计发现 在今年上半年 中止营业的银行网点 就达到了一千二百间 涉及到国有大行 股份行 中小型银行 农村信用联社等等 关停的网点类型 包括有资行 社区资行 小微资行 和分理署等等 报道引述了业内人士提到 近年来 随着各大银行 力推网银 和手机APP 部分银行网点 关停 都是情理之中 在去年 就有二千四百间 银行网点 是关门停业的了 实际 你说大陆推网银 或者是手机APP 推了十年有多 支付宝 微信支付 最近又再推了 数字人民币 其实不是很构成 把银行网点 倒闭的因素 主要来说 其实都是因为经济差 利润收缩的时候 自不然就是要 削减开支 要折留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关闭分行 当然 你说银行网点关闭 这是全球性的现象 的而且确 推动网上银行 和推动手机APP 是令到 分行的服务需求下跌 但你也要服务年长的人士 那些长者不懂得用 哪懂得按 你也要开出来 以往你有利润的时候 就开了 现在很明显 有很多银行 利润不足以支撑 开这么多网点 那就关门大吉了 以往 这些银行网点 开出来 就是够了体面 你就可以接触到 不同类型的顾客 吸引那些人去到分行 你又sale他这个 sale他那样 你sale什么都没用 那些人 就不愿意放入投资那里 因为大陆 现在有一个 通缩的苗头 你现在去买一些资产 无论流动的也好 固定的也好 大家有了一个合理期望 就是说 我今天买这些产品 明天又跌价了 我明天买 就比今天便宜 我下个星期买 就比今个星期便宜 我下个月买 就比今个月便宜 他怎么会肯下跌 所以 有什么办法不倒闭 故此那些在大陆 有资产的人 他们就要多加注意 对吧 无论是有现金的 或者是有物业的 或者是有其他资产的 看近一点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